市府同仁熱情的向林宥昌要簽名留作紀念 卸任前的最後一個上班日 金融市長林宥昌特別協同副市長林宏發 及秘書長黃俊毅 到金融市政府各局處向同仁表達感謝及感恩 感謝大家八年來的支持與努力 協助他完成對市民的承諾 讓基隆翻轉蛻變 卸任之前今天是上班的最後一天 來跟各位說一聲感謝 謝謝各位同仁大家辛苦 謝謝 因為這八年來金融市政府的工作多了非常的多 我們的預算也從165億左右增加到220億左右 所以預算跟經費大幅的一個成長 當然業務量也增加很多 當然我們市政的成果是豐碩的 不過同仁很辛苦 所以特別藉著上班的最後一天 一一的跟大家道謝 滿滿的一個感恩 謝謝同仁們對我的一個支持 當然也創造了基隆城市的一個願景 以及進步 許多同仁紛紛把握機會與林佑昌合影留戀 就連來掐功的民眾與參觀的學生也搶著與林佑昌等人合照 現場離情一一 八年來接受林佑昌市長的一個帶領跟指導 整個團隊我相信在工作上都有很明顯的一個進步跟得分 所以整個團隊都非常謝謝林佑昌市長的那個指導跟代理 會不會不捨 會啊會不捨啊 林佑昌也說八年來與市府同仁已經建立深厚的情感 要離開難免不捨 不過他還是勉勵大家繼續在崗位上努力 協助新市長讓基隆繼續向前 成為更好的城市 其實大家都相處了八年都非常的有感情 所以特別來謝謝他們 離情一當然是會有的 不過我鼓勵同仁大家向前看 這個繼續推動基隆的一個進步 我想基隆的發展是大家從事公職 大家共同的一個目標 所以加油就對了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